加兩個按鈕啦 我想這按鈕 上禮拜講過嘛 你會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表單控制箱裡面的按鈕 然後呢 你可以拖拉一個範圍嘛 然後就直接點一個 那我習慣是把這個名稱複製啦 我講過就是 如果複製的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直接貼上 然後呢 再做一個清除 那不過可能會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拖拉第二次的大小跟 上面這個可能不見得會一模一樣大 所以呢 如果你擔心說 你跟它不會一模一樣大的話 像我的習慣是嗎 乾脆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直接點這邊一下貼上 那你會發現它一定都會一樣大 再利用這個怎麼樣 把它直接做那個 稍微再對齊 如果你怕對齊不了 你可以怎樣 先把它改好了 比如說你兩個一樣大 按右鍵一樣指定聚集 再去修改它就可以 這個叫清除 把它把這個名稱 改成清除 那如果對齊 假設你可能會 你要移動它或者是要按右鍵 記得按右鍵它會出現空點 那比如說像這樣沒有對齊怎麼辦 其實在Excel的2010以後的版本 它可以把這兩個一起選起來 Ctrl 鍵按住 然後上面有個格式 這個格式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格式在2007的版本是沒有的 在2010裡面 以後的版本好像才有喔 格式一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有個對齊 那對齊你可以怎樣 靠主對齊 有沒有把它點下去 這個時候有沒有兩個就會靠主對齊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就把這 那你如果要刪除它的話 按個Delete的鍵也可以啦 把它刪掉 那如果要移動它 把它移過來一下 OK好這樣子 那當然我也講過就是說 如果你不要做正經800的按鈕 你也可以怎麼 插入那個像什麼圖案裡面的這個 有沒有這些都可以啦 還有像那個圖片也都可以 那做完之後呢 你可以直接按下它 它會自動幫你顯示出來 另外一個清除 自動清除掉 OK 那第一個齁 就是如果我希望做出的是程序的話 按下 清除 OK 那可是第二個是 我希望做什麼啦 如果我不要這樣做啦 我工作裡面大部分都是什麼 需要做一個 制定一個函數 因為剛剛的工作齁 那個 公式太過冗長 如果你要每次都來過一次的話 你的頭很痛啊 每次都要再想一下 那個用哪一個 Find Mid Effair 下一次也覺得忘記了 那怎麼辦呢 你把它變成一個制定函數 那這個制定函數的話呢 一定會在使用者定義出現 所以我們只需要什麼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它的流程喔 跟剛剛的Sub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Sub是線性的 按下全部跑完了 也不會問你任何問題 但是呢 方選會跟你互動喔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方選喔 一定會問你問題 它會先問你第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欸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就給他一個資料 所謂的資料指的就是 你現在那個A欄裡面的那個儲存格的資料 你要給他嘛 給他之後呢 他會幫你處理完之後 再返還一個結果給你 返還什麼結果呢 這個儲存格裡面 如果有刮斧 就幫你把刮斧怎麼樣 放在你的這個儲存格裡面 有沒有 返還回來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返還給你一個什麼 空的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也OK啦 那這個資料函數就是說 當你在內建函數裡面 沒有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就需要資料函數了 或者是即便有 但是也非常的複雜 那你就該怎麼樣 簡化它吧 對不對 OK 那我要怎麼做喔 對不對 那個邏輯大概清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上禮拜有講過啦 不過我們大概把這個方旋 再看一下 做完的結果 那我重新再做過一遍 其實齁 如果你剛剛的sub做完之後 其實你方旋 也可以拿來改就好了 我做一次也會看喔 其實這個是從那個 上面的sub拿來改 那怎麼改 一 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用方旋 名稱給他 也許我的習慣是 也許叫什麼 瓜糊自傳 加一個函數好了 反正名稱不能一樣就對了 而且一定要是方旋喔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 你要先 需要跟使用者互動 互動的話 怎麼跟他互動 特別注意喔 後面有個小瓜糊喔 其實你要跟使用者 要資料的話 上個禮拜有講過啦 就從瓜糊裡面 那你要跟使用者要什麼 欸 你給我一個什麼呢 參賽者資料 或者你乾脆 簡稱叫資料 請你給我資料 實際上就是這個啦 所以有打一個資料 好 OK 這個時候呢 他會跳一個格子 這個格子 剛剛你看到那個 前面會有一個資料 資料兩個字 資料兩個字就是 他會先從這個地方 把這兩個字 放在那個引述 或者叫參數前面 使用者會給你一個資料 給你之後你怎麼辦呢 就是把 這個資料 放到什麼呢 其實就是放到 這邊去找一下 有沒有前瓜糊 放在這邊找一下 有沒有後瓜糊 有前瓜糊位置在A 有後瓜糊在B 判斷如果說 A不等於0的話 幫我輸出結果到哪裡呢 特別是喔 這邊是輸出到B對不對 你必須要輸出到這個函數本身 所以喔 你可以拿什麼 拿上面這一串來改 但是 因為我們是怎麼樣 執行一次 而不是執行很多次 所以不需要回圈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4到那者中間的程式 Ctrl C 然後呢 貼到這邊來 Ctrl V 但是喔 第一個啦 他的縮排太多了 因為這邊是縮一層 縮兩層 所以貼上之後 我要倒車 倒車就是 本來是按Tab 如果你要 減少縮排的話 你可以按Shift加上Tab 有沒有 Tab Shift加上Tab 這個好像在PowerPoint 或者其他地方都一模一樣 好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呢 如果有這個資料有沒有 我是透過呢 這個使用者給我 所以 而不是去抓A欄的 所以請你把SalesA 改成資料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他給我的 而不是我自己去上面抓的 第二個的話呢 返還給誰 SalesB有沒有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 這個名稱 把它蓋過什麼 SalesB 也就是說我輸出的話 是先丟給這個函數本身 那因為這個函數呢 它游標放的位置 剛好在這裡 所以就返還回來 剛好返還在這裡 OK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可能跟Sub完全是不一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 程式有沒有寫完了 其實寫完了 能不能walk 試了就知道了 其實我根本沒做什麼 我只是做修 我只是把上面的程式有沒有 這一串有沒有 把它貼下來 改了什麼 這個 OK 還要改這個 所以以後 如果要比較那個Sub跟Function 反正你就慢慢要習慣 兩者其實蠻相 有相似的地方 但是有不同的地方 再來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插入一個函數 有沒有使用者定義 有了 按確定 欸 資料跳出來 小瓜瓜谷裡面的名稱 選這個給他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欸 出來了 但是有同學會馬上眼尖 發現什麼 欸 為什麼多一個0呢 應該是沒有資料啊 那你為什麼還我一個0呢 道理很簡單 因為呢 如果你返還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把 他就是那個沒有丟回去給那個 制定函數 任何的值的話 那這個制定函數 預設值就是0 OK 那 怎麼知道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這邊不是跑那個邏輯 資料丟過來 如果 找一下有沒有 A A A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們是不等於0 才會丟資料給 有沒有 不等於0 意思是有找到 那如果沒找到 我們實際上 是不會更新那個 這個函數裡面的任何數值 如果沒有更新的話 那 表示它的預設值是0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可以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在if的這個裡面 多一個else else是什麼呢 剛剛是一重的邏輯 那else的話是兩重邏輯 兩重邏輯詞的就是說 如果上面的條件為true 那我這個是為true的時候做什麼 為force的時候做什麼 如果不是 不等於0的話 如果這個不等於0 那就是跑這邊 那如果等於0就跑這裡 那跑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把這個呢 複製過來 後面呢 給它什麼呢 一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裡面的 裡面找不到 找不到錢瓜輪啦 其實我這邊 當然你這邊判斷 應該是判斷A跟B啦 不過其實判斷一個沒有 另外一個應該也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沒有 那我就給它什麼 給它一個空的 所以其實我就補這兩個東西 就OK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改完之後呢 回到這邊 你再執行一次 其實理論上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 打勾就重整 有沒有發現 0全部都消失了 意思就是它 又重新幫你重整 丟一個空字串進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特別是 我剛剛做的 其實根本就是用改的而已 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的結果呢 在雲端上面也有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雲端的部分 150億的下面這邊就有 Function 瓜糊字串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erna 摃